上海 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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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先從這一袋好了 從這一袋開始 這一袋呢 美妝的大部分全部都是 美妝品 然後都是開架的產品 價格不貴 然後我覺得是很精華的東西 所以趕快跟大家分享 DHC的橄欖油护唇膏 那这一支呢 其实我很久以前 大概在我初中时候 14岁吧 14 15岁 我还在学校 就老师上课 我还躲在抽屉里面 看pop tea的那个年代 然后这个牌子呢 是Lena Fuji 就是腾井丽娜 腾井丽娜推荐的 她很喜欢用他们牌子的卸妆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牌子 印象很深刻 然后印象很好 然后这个呢 我是在风价的 小三美日旗舰店买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促销 一支呢才190台币 我觉得还便宜蛮多的 这个是Phenol高效渗透护发膜 这个风瓶真的很好耶 就是微博上面 大家都疯狂推荐它 然后我看到台湾的小草莓 小草莓 它也是有推荐了 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我觉得台湾买这么多东西 暂时来说啊 我已经用过了 这个是我觉得 完全没有后悔 甚至还想多买几罐的东西 可是因为它真的很重 所以我只买了两罐 一罐已经在浴室里面在用着了 所以这一罐呢 是我备用的 它是洗的时候感觉很滑 吹了以后头发感觉还是很滑的那种 超完美 我超级喜欢这个 179 哦没有啦 其实售价 售价它建议的售价是239 所以我买的时候已经便宜了50台币 可以点准看好了 它里面 满满的哦 真的满满的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一罐 我大概可以用个半年吧 买了两罐应该够我用一年 感觉这个将会进入我今年的爱用品 只依头发爱用品 它一定会名列前茅 回归来讲台湾本地产的产品好了 那我第一个就这个吧 隐形眼镜 因为我很喜欢的布洛克 它现在已经在美国了 可是它还是托他妈妈 就是在去城市买了这个 然后再寄它去美国给它用 所以我就想说 嗯真的有这么好用吗 就是你需要 就是大老远这样子买 然后我就自己买来试 可是我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台湾买了这么多东西以后 第一个材料的滴雷 因为真的不好戴 58%的水含量 然后直径是14mm 戴上去非常的大 戴上去我基本就已经没有眼白了 就是只有眼 那个黑眼珠 然后就是很大 跟很像Alien 不推荐大家买 小S也在讲的熊宝贝 我看一下 因为我很喜欢它的味道 很香 就是那种肥皂的味道 肥皂的味道 就是洗好衣服应该要有的那种味道 很清新的味道 因为我很讨厌有时候就吃了午餐 或者是烤肉以后整个头发 整个身体是臭的 所以 这真的很香 然后又 很舒服的味道 所以可以放在包包里面 然后就喷喷喷喷喷喷 便宜嘛 一只好像才 两只好像才59台币 是吗 还是89 忘了 它们的价钱啊 尤其是去城市的 它们都没有写在上面 所以 我一直忘记我到底买了多少钱 在Watson 给钱那时候加购的东西 因为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还是加过 Divinia的无油感清爽 蟹盐油 Cleansing Oil 99台币 添加一个蟹妆油 我觉得 OK啦 还值得尝试 所以就 买了 我不知道 这些东西 我 要用到何年何日才可以用完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广元朗菜瓜水 丝瓜水 菜瓜 丝瓜 应该一样的吧 它这里写菜瓜水 可是它后面这里写丝瓜水 叫天然的 农产品护肤品牌 应该可以这样子长大 这个呢 我就打算买来做湿肤的 然后我在 呃 我在美行市看到 一瓶呢 就要109台币吧 好像是 然后我买这个呢 它是三支套装 一支有喷头的 然后两支这样子 没有喷头的 三支这样子才129台币 我觉得 诶 比起来真的便宜很多诶 所以 买 我觉得台湾 那么多的药妆店 药妆店吗 美妆 美妆店吧算是 像什么小三美瑞啦 八六小铺 康式美 美泰华 还是美华泰那种 呃 那最后一个美泰华 还是美华泰 我没有去走啊 可是我觉得比较下来 我觉得小三美瑞是最好买的 第一 它价钱 它的价钱 真的 比其他来的便宜 然后货物多 有些东西呢 我只在小三美瑞看到 我没有在八六小铺看到 所以 我觉得第一个要去的还是小三美瑞 最好买 最容易买的 然后再来就是 屈城市 对 屈城市周末去买呢 是比较便宜的 就是半六礼拜 星期六星期日 它们会有一些特别的促销 Doctor Dulce 这个应该是送心妮的品牌啊 送心妮的自创品牌 然后小三美瑞 它们就有卖这种小小的 小小的试用妆 一个这样子好像是99台币 蛮便宜的 所以就可以试一下 然后这个红色的呢 是 洞灵熬夜奇迹霜 熬夜就是我的菜 所以 接下来就是这个 Shiseido 滋生糖的 燕溶露 它这个呢 是我在微博上面 被大家烧到的产品 那很多人就说 拿这个来湿敷呢 可以调节水油平衡 封闭性的那种 很多都会消下去 然后它有消炎的作用 然后晒伤以后呢 也可以拿这个湿敷来 缓 来缓一缓它 所以我想说可以试一下这个 然后它一般静止的状态是 上面是水 下面是粉 好像小时候我们用那种 泰国的水粉那种东西 因为我觉得它的瓶子真的很美 所以我觉得我用完应该会把它留着 可能拿来放一点阔香水啊 或者是拿来放一只花 装一下文艺 我还露了一个 这个 看不到耶好像 这个 Carnable Suicide 是不是这样子念 它是酵素洗盐粉 然后这个是蓝色版的 好像还有一个红色版 还是绿色版的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这是基本款 然后是在小山每日买的 一包这样子呢 有五颗 五颗的洗盐粉 一颗可以用三到四次 可是要注意要盖好 不要让水跑进去 然后消速粉就解块 解块就没有办法用了 没有特别的功劳 也没有特别的差 就是 我没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啊 由于影片真的太长了 所以衣服包包鞋子 我就会放到下一集去讲 如果你错过了上一集的美妆品 那你可以点回屏幕去看 如果你想看下一集的影片 那就要subscribe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个video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